還是很強勁 有半邊 結果穿越行車安打 這個時候車步邊 有得跑了 王衛城繞過了二壘 往三壘走 要不要繼續拚本壘 繞過了三壘之後 家族馬力往前衝刺 要回到本壘 安全回壘 哇 岳振華這個時候敲出一個三壘安打 帶有1分的打點 今天猛像部隊在第一局 就有分數的進場 進攻就是從艾苦樂的手中 打出了三壘安打 帶有1分的打點 康義是有一個點 哎呦 這一棒搖得非常扎實 在右半邊的飛球往後退 結果一去不回頭 岳振華越打越遠 本賽界的第二轟是一發SOLO SHOT 哇 手打起三壘安打 在第二打起直接開轟啊 好像看艾普樂球上看得特別清楚 對啊 都非常的扎實喔 有出棒都是很扎實的滾地球 這是飛球 到底他在二軍是練了什麼東西 怎麼有辦法回到一軍之後打得這麼樣的好 再來看一下敬雷點 田 但田乖田啊 打者你也要用這種好的擊球能力 嗯 這一球可能在昨天的風勢不見得會過 但今天在球場完全無風的狀況下 咬中阿大利就形成全能打 這球打得不錯 在右半邊的一個平飛球落地形成打 現在 岳振華要回到本壘攻下中心兄弟的第八分 哇 這個時候呢 是一棒再帶有一分的打點 將可以上到了三壘 這是一支二壘安打 就是說岳振華今天的攻擊狀況真的好 對啊 那他這樣真的是聽牌了 右半邊的滾地球 二壘手接到往一壘傳 最終的比賽結果八比二 中心兄弟拿下勝利 我們要恭喜鄭凱文 回味了2896天 他再度在投球桌上演出了玩頭的表現 你的任務就是把今天的勝利給守下來 過程中隊友很努力的幫忙 不管是守備還是打擊 然後今天小高配球也很好 那 他是帶領著我 那就是大家也都還沒放棄 而且最近的氣勢慢慢的上來 而且教練信任我 那我繼續投 沒有包含掉的話 那我當然是要再繼續拼下去 然後把今天的勝利給守下來這樣子 我沒有去想說要挑戰玩頭 因為第八局下來 投手將就是也沒有多說話 幾個掌他就走了 沒有時間可以防駁 凱文今天表現非常棒 因為有跟佛斯科的討論 對 想說讓他 因為他沒有玩頭過嘛 想說讓他玩頭看看這樣子 那後面投手也有準備 對 那我們後來是想說一個一個抓 如果國外安打 後面還有在安打的話 因為想說一百顆了 想說讓他可能休息這樣 那他也順利的把後面的打手都抓起來這樣 對 這是第一點 這一棒 拉到右邊 來看一下落點 打在牆上 這要看到底是打在什麼位置上 好像是欄杆 來看一下 對 查看來說他們可以去看 對 這要看 這應該要看 我覺得是欄杆 對 把他烘出去了 對 把他烘出去了 這時候出現應該是補益喔 而且一壘上的張超老師 來到了三壘的位置 非常積極的跑雷 積極的出棒 帶到右半邊 出現了安打 三壘上的跑者要回來得分 一壘上的跑者 現在也來到了得點圈 需要讓出這個位置 對對對 唉唷 結果縮得住了 這一棒打得還蠻高的 還在分這個距離 縮得住了 啊 守不住了 轟了 那就連續四個打數長打 還想著想著 還是要靠老大哥 然後還縮著說著 這個要注意的是 近期狀況最好的就是張志豪 本季第二轟出來喔 哇 那這個也給林紫衛在本季的初登場 在首局就有一個震撼教育了 但這又凸顯了剛剛 黃昀成的那一棒沒有Double Play的話 對 後面就受傷了 被咬中了 這個球其實也沒有說掉得很高啦 只是說張志豪這邊整個擊球的 時機點掌握得非常好 也打中球星喔 嗯 尤其是本土先發投球一個通病喔 這球打得不錯 在右半邊非常深遠的被球 往後退往後退 往後退 結果 出退了 哇 球出神經的時候 手打息炸裂的一把陽春炮 是他本賽季的守候 也是生涯的守候 恭喜他 哇 小黑這個時候冷不防的 在滿球秀的情況之下 打中一個偏高式投球 對 可以當你球錯頭躲 這球打進出去 在左腕野方向非常深遠的飛球 來看看最後是一去不回頭 連進凱投了一個三分球 哇這個時候一個三分號炸裂之下 幫助童醫師來擴大領先為4比0 前面兩局都有打著打出全力打 剛好是91連線啊 對 第一棒跟第九棒 喔 林慶凱本賽季的守候也出爐 哇這個揮棒相當的漂亮 出手角度很高啊 所以 這一球打擊出去在右半邊 一去不回頭 哇這個時候 球給智傑一棒炸裂 蘇智傑也敲出了久違的全雷打 敲出了本賽季的守候 也自從2021年的11月之後 再度敲出了全雷打 球都是在比較高的位置有風險嘛 所以你只要被設定到了 就很容易被轟出長達 哇 扎扎實實右半邊的一個solo shot 飛得蠻遠的這一球 真正是2021年的9月 當時是面對到中線兄弟 看他們兩個休息的時間吧 來看一下這一棒帶起來 在右半邊那個平背球 哇又出去了 又出去了 掰那個掰 兩分號 哇林嫂這個揮一棒啊 相當的豪邁相當的漂亮 炸裂了一個UI方向的平射炮 這是兩分打電全雷打 現在同學師的比數 十比三 哇這次上比賽同學師 所敲出來的第四轟 就是四隻拳天打拿七分 太可怕了 對 還是長大 今天上比賽應該要讓市民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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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對